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2日 星期四 各位好 各位好 我們三位主持的聯合廣播 這一節要繼續跟進上海解封的情況 上海解封 剛才我們說到 5月5日 習近平還是出來反撲 就是要 堅持清零 以及對任何質疑清零的人作出鬥爭 但是他講完一番強硬的話 上海果然是繼續封鎖的 當時我們也是猶疑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失勢了呢 其實他的失勢的寒書表就是在上海 上海也頂了很久 頂到5月10多日 20日 還是封鎖的 而且 當時 那個情況更加極端 有大白衝進去 那些人的家 就不叫你留下鑰匙 這樣也有 即是充公民產 當時我們判斷 是不是 習近平那一派是垂死掙扎呢 但是要結合很多人看的 因為 我們再看看 原來5月9日 除了是 俄羅斯的勝利閱兵之外 還問 韓國總統 尹盛瑜的就職典禮 而中共 派了一個很高規格的 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去訪問 當時我們有說過 他 是 王岐山去 其實規格 不對 因為 他應該最多是派副總理級別 或者外長 原因就是有北韓的因素 因為 你跟南韓建交那一刻 你答應了北韓 規格不可以高過你 而這次竟然派國家副主席 比以往歷屆的規格高 這件事是得罪北韓的 那到底為甚麼要派一個這麼高規格去韓國呢 原因就是 因為王岐山 身負重任 他未必是代表習近平 可能是代表那時候 常委或者政治局裏面 已經有一個軟化的跡象 所以 那時候他就派他去 跟美國招安 求和 求和 那個時候美國副總統的老公 就是一間很大撇司樓 這間撇司樓 專門代表中國的 diode 東方睦虹都在找他 他 being 收到 nam 王岐山 他收到張狼 黃岐山的信 主要是希望 拜登 adesso 跟習近平見面 見面可能是提議在新加坡有一個亞洲安全會見面 美國那邊拜登的情況就不想跟他見面 包括普京也好 拜登也好 他就不想見面 所以他就派了國防部長跟中國的國防部長在新加坡碰頭 這些國防部長當然是討論 大家不要拆槍走火 但是沒有什麼政治 他們是沒有權談的 所以我們看到中共那邊的態度在轉變 軟化著 說想跟美國討論 但是我看到他以為事好了之後 誰知道布林肯說那段話好像很溫和 但裡面很硬 布林肯那件事你不要小看他 表面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是他落入場很硬 然後華春瑩就發火了 罵到他抽筋 全中國都攻擊布林肯那段事情 整件事我看起來 習近平失勢也不是全部失勢 但是他沒有以前那麼強 而且已經不見了他出招了 華春瑩那些出聲也沒有說習近平說的 所以看起來這個情況 就是中共那邊走向溫和 走向溫和 我們其實看到 很多時候你看《人民日報》 看《央視》 大家都懂得看了 因為以前初初沒有那麼懂得看 我們教會大家看了 我們教完大家之後 你覺得中央不會知道嗎 因為你不可以故意一個月不見習近平 誰都知道你倒台 他偶爾也要出來 但是最近習近平 每逢有他的報導 都是一些無關同樣的消息 重大決策 全部都是由李克強發思號來 沒有什麼重的語言 尤其是重點的 他們看到的是哪個國家的總理 祝學哪個地方的當選 這些全部都是很理智性 外交理智性的禮行公司來的 沒有任何 整個國家的重要國策是由習近平把他說出來的 其實習近平這個時間沒有那麼強勢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看到內地有很多很嚴重的情況 他們現在控制不了 現在是有很多地方的大學 是不斷地爆發示威的 到處都有一個六四之前的影子出現 我覺得這件事在國內的政治情況應該是很大影響 令到很多 令到他們現在 是擔心會中共倒台 我認為中共會害怕的 讓習近平這樣做 再搞下去就是六四了 那些學生就自己在那裏傳 那些訊息就封不完 他們每個都在說那些疑似跟六四有關的事情 其實學生呢 說真的 你一上VPN就看到六四了 不會完全不知道 多不少都知道一些東西 問題呢 知道的不是很詳盡 只知道發生了一個屠殺 而且殺了很多學生 因為始終大學生 多不少都有一點 對於這些 真相 對於悲傷也好 或者對於真相的追求 你讀大學沒有可能完全不追求 誰都會想知道 起碼人有求之欲 現在 在這個敏感的關頭 周近平不敢出來說話也很正常 他怕刺激到 因為所有的學生是被你搞壞的 現在中國511年有一千萬個大學生 不用找工作做了 因為經濟被你崩潰了 以前也可以去做補習 現在補習行業被你消滅了 東方的老闆要去做帶貨 要拍片做YouTuber賣貨 出國流海也沒有了 連聽人最早就沒有出路 沒有了希望 而且現在各地出現減薪潮 我們看到很多地方減薪 我朋友剛剛發給我 深圳 有張粉紅色的紙 很簡單 A3再減小 然後寫著本人的名字 本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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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自願 就要炒柔 你說是不是要罰我 那麼你是不是一定要被迫住呢 那就不叫自願 那就叫協逼 你上去寫的是自願 大陸所有事情 跟俄羅斯一搞一樣 也是 都說了一點講大話 好像上海封城一樣 他現在說居民是自願封城的 從來都沒有隔離的 從來都沒有封城 所以不是說開翻 只是自願走出街的 這個國家變成一個自願的共和國 每個人都自願的 充滿民主 人們是自願餓死的 有病都自願在家裡吐死 中華自願共和國 包括朗咸皮的老母是自願病死的 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她死了98歲了 她是自願的 上海真的很嚴重 現在的上海 接下來的解封 我們也可以看到 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因為想著上海多封一段時間 中共亡國 現在的解封 以上海人的速度 應該很快會恢復 上海的效率 老實說真的沒有話說 如果他真的做事 動起腦筋 他晚上可以不睡覺的 而且一個命令落到你 跟香港差不多玩了 真的厲害 而且他有命令 香港有時候回家說要照顧家 沒有的 在上海叫你在那裡睡 睡幾晚就睡幾晚了 沒有得回家的 所以他真的要恢復 老實說 如果他全面可以解封 一個星期 不需要一個星期搞定 真的厲害 所以問題是 經濟很快會恢復 如果他那裡搞定 因為他這次想得很廣 如果其他的城市又跟他的 一個月來講 差不多全國就會恢復 他真的可以做得到 原本我們想著他有些不恢復 就等於不恢復 但是如果上海帶頭 所有其他的 八十多個城市 跟著他的話 一個月就搞定了 但是 那個後果就是習近平就玩完了 現在的情況就是有一個呼聲 希望李克強去上海訪問 如果李克強去上海 是清清楚楚 已經有一個勝利者姿態 告訴大家習近平玩完了 當然 現在暫時還沒有出現這個 或者沒有任何風聲 他在後面團派 團派就不分地區的 然後就上海幫了 上海幫 可能叫他來 然後幫他震一下威 完全可以發生的 即是說如果習近平這樣震一下 李克強震一下的話 習近平就玩完了 現在看他的虎都已經玩完了 很多時候 我們都經過很多分析 其實很可惜的 我們香港也要震一下 如果李克強在上海 每個人去鼓勵他的話 如果我們香港走出街 就是要打那群傭人 餵他那群傭人 那群傭人 他們就失勢了 黑警人 每個人都失勢了 他們知道沒有人撐後台 他們現在打算是習近平 如果真的習近平失勢 我們香港 只是出氣而已 消滅他就消滅不了 但是起碼那群黑警人 真的要報復了 起碼要逮捕這群人 做法官 衝進去就要搞的 趁他弱 就要拿他的命 現在我們另外講到一個問題 如果習近平真的失了 這個情況 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會恢復 這是我們最不想看到的 但是 如果中國要恢復的話 他一定要跟美國搞好關係 因為他其實目的 就是想回復正常 回復中國和美國做生意 這是另一條路線 可能很大機會會進入另一條路線 現在要開始 考慮一下 如果 中國經濟進行回復 你要怎樣跟他 他一定會派人去美國 他說對不起 以前的甚麼甚麼 我們以後就不敢了 所以問題是美國會怎樣反應 美國開頭也不會跟他談的 像俄羅斯那樣 先讓你消耗一下 美國不會知道 現在美國人也不是那麼笨 我們不要經常以為 美國人哄兩句就馬上軟了 不是這樣的事 所以這個過程也可能有六個月的過程 美國人 其實他們 那些外國人的白人 天生有一種 honor system 他們覺得你應該不會說謊騙我的 面對面 共產黨是由1980年到現在沒有停滾 每天都會說謊騙我們是很好的 新疆那些是教育他們的 沒有種族滅絕的 什麼80年 延安已經騙到美國人死了 馬歇尼 說我們只是代表中國人民 這句話 害死了 他們以為蔣介石是代表精英 共產黨是代表人民 跟美國就是合適合 其實最嚴重的 就是他們被騙了那麼多年 還那麼笨 這次 他醒了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習近平打給拜登 親口告訴他 你很笨 美國人 你記不記得 每年美國海軍學校有畢業典禮 袁茂春在那裏做教授的那間 在馬利蘭州的那個Annapolis 那個海港叫Annapolis 那個海軍學校很精英 每年總統一定要去那裏 畢業典禮 一定要演講 這次拜登就說了 他說他上任那天 就像去年年頭 去年年頭 一月那天上任 上任的時候 習近平打了個電話給他 拖他 恭喜你 然後就說 我們那個體制 我們做事比你們的體制更快 所以將來的世界 就是專制主義 不是你們那樣的 經常都拖時間 人家就職那天 他慶祝人家 但是我現在想起 他真的是這樣的想法 他不是去 去嘲笑別人 他真的覺得他很老實 你記得 楊潔篪去找Solomon 就抹了他半個小時 說我們不吃你這套 你記不記得 在阿拉斯加還是在哪裏 說到又在阿拉斯加 所以整件事 老實說 他們真的相信 就是東升西降 是很厲害的 他們真的相信 所以我完全不明白 真的為什麼會 我們兩邊都看得清楚 尤其是 我在大陸20多年 兩邊都在20多年 在美國也有20多年 我看得清清楚就知道是什麼世界 一個是幼稚園 一個是 真的是博士生來的 就是國家的神力 但是他就這樣挑戰了 我覺得他是被自己的大外選騙了 你看香港的藍媒 看台灣的共媒 親共媒體 你看大陸的媒體 你真的覺得 美國的滅落就快要倒閉了 美國人沒有飯吃 然後他還拍著三藩市 那些露宿者 你看美國多瘋 你看中得多富裕 他真的相信了這一套 所以習近平才說一句話 他覺得他是肺虎之言 拜登 我告訴你 等我來教精你 拜登那天在碧月典禮說 實際上他就慶得抽筋 你這樣就慶落我 我仇職那天 你說我這套東西不行 我將來就贏了你了 這樣說話 所以拜登那天說出來 即是說給那些海軍聽 你們聽到那邊說甚麼 你們怎麼對付他 你們懂得做啦 是這樣的意思 這一節我們也在詳細分析現在大陸的形勢 因為 大家坐在一起 談得深入一點 就會 那個圖片就會慢慢把整個圖片都拼出來 因為以往我們好像是碎片化的 每一個出現的東西 例如王岐山去漢國 然後習近平擴大會議 之後的反撲 在上海封城再進一步 然後越來越極端 到了現在 清楚了 那個圖片都清楚了 我們不一樣就是我們串起來 我們最重要是要知道 整幅畫是怎樣的 前因後果 將來你就可以 推遠一點 不然別人說一件事又明白一件事 你一定要看到將來 看到將來就是靠 串起來的東西 以後這套東西可以運用 在預測將來 有時候要隔一段時間才能把幾件事都拼在一起 當初你沒有辦法將兩件事都拼在一起 當時你沒有辦法將兩件事都拼在一起 你未必覺得 不可能是 同一件事來的 有關 這節我們暫時說了那麼多 我們下一節分析一下 習近平會不會有反撲 如果他真的玩完了 香港人有沒有機會反攻